观众朋友早安 影响台湾 所以今年出门 不论你是去考试 还是去上班 记得散药带着 气象局也为此 发布了大雨特报 你看像是在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 包含在宜兰 花莲 还有台东的绿岛 都有发布 可能时雨量 会超过40毫米 日雨量会超过80毫米 别说80毫米了 宜兰过去的 24小时降雨量 我们带你来看 在苏澳 已经累积到129毫米了 在武捷南澳 投城的雨量 也都相当惊人 很大 台东的绿岛 也有106.5毫米 所以今天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 开车出门 如果你是行进山区的话 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下这么长 而且这么大的雨了 要记得土石摊坊 注意安全 选台湾其实呢 除了雨的方面 温度方面 也带你来看 今天其实主要受到 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 但是因为有降雨 所以其实北部 中部跟东部的降雨 没有那么明 降温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像南部来说 其实今天的高温 可能会来到26度 当然啦 早出晚归 我们要注意温差嘛 你看今天清晨 离岛的低温10.5度 花莲 万荣15.6度 宜兰五节15.6度 高山的部分间 清晨低温 玉山负0.3度 相对前几天来说 已经没有那么冷了 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 主要还是雨具 把它带着 下一次的天气变化 要等到礼拜一 到时候东北季风再增强 当然北部的温度 就会再下降 雨也会持续下 大家都会问说 这波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以中南部来说 大概就下到礼拜日的晚上 但是以北部地区来说 东部地区来说 可能要到礼拜二 礼拜三雨才会趋缓 所以肯定要再忍耐一下 最后提醒大家 今天出门 还是把散带着 北部中部跟东半部地区 今天普遍来说 都是偏凉的 到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 南部地区到时候 也要注意一些温度的变化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更新 以上这节气象资讯 时间交换给作合 我们下期再见